主持人 作词 作曲 刘雨昕 作词 作曲 刘雨昕 作曲 刘雨昕 情刊 作曲 刘雨昕 作曲 刘雨昕 嗨大家好 我叫Santhi 我是From Yale 183 我是Shengan illustration 我总共做了两张Squatch Art 也就是从网子来到这款 大家的Family 的手里面 所以我挑选出来的角色 我的初衷是想要选一些 O.C的中国文化角色 所以我就分别选了 这两个角色 第一个是蒙田 然后我想要挑战 画出中国风那种感觉 然后第二副呢 是我想要挑战 画出梦幻的styling 所以我就选了 因为不是自己设计的 所以我想要选 不同style跟感觉的 去玩什么 因为从来没有画过stack 所以对我来讲 最大挑战应该是 prostective 还有 人体的比例 基础那些还不是到很好 所以这方面对我的挑战 是挺大的 幸好有Ledger的指导下 才能让这两副画完成的更好 在MCO期间多多少少 都会影响我们艺术生 毕竟我们这一 bash 是在策划这 physical exhibition的东西 然后到最后一个星期 我们要准备set案的时候 就突然MCO到这 我们换成线上画展 我会选artival course 因为我中学的时候很喜欢 我的colour 还有一些portrait 绕印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就想要多爱 真门 我的朋友更加人是很支持的 因为我父母从小到大 都不会有给我太多的意见 会给我去做我喜欢 做的东西 通常呢 不好跟好都有 然后我听到 比较多是负面的吧 因为他们知道我读art过后 可能会问说 以后出来会做什么工啊 然后在Reacher 这旁 这个行业有方式呢 然后通常我听到这些 我是会生气的 我也会给他们知道art 在这个领域是有极大的风险 然后我也会给他们了解art 给他学生 也是做些什么的 在year one 到year three 当然是进步很大了 因为在这三年的活动下 学到很多东西 尤其是人体基础 因为在还没有读 学校之前是不知道 需要有basic文化 人体基础的这个东西 所以人体基础方面 了解了蛮多的 Eachity painting 或者是art sense 也是提高的 而for junior 他们要读 Eachity painting 我是不会排测啦 只是你们要想清楚自己 是不是真的很兴趣art 这一方面 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要坚持下去哦 然后一方面在 马来西亚的话 有很多college art college 所以 before你们要读之前 就要去survey哪一个art college 適合你们才去读哦 最后谢谢你们的收看 若有兴趣的话题到我的instagram 还听了 谢谢 拜拜 咨 Uma 欺费 án